珍妮尔·奥斯丁在弗洛伊德案发生地附近出生长大 现在他是乔治弗洛伊德广场的志愿者 这个广场在该案发生后被以受害者姓名重新命名 4月20日弗洛伊德案设施前警察肖万被判谋杀罪成立 弗洛伊德案后激烈的反警察暴力、黑人生命权等游行活动 就在珍妮尔工作的地方发生 他还妥善地保留且展示着人们留在当地的物品 他称这是为了在街头起到保护作用的纪念品 这是一种方法我可以帮助抗议和黑人生命运动 因为我曾经在历史的历史的历史前提供的最好一段时间 我当时在加利亚州的历史 所以我认识如何修改写计 我认识如何改变事情 乔治弗洛伊德广场的对面 有一间层叫做史彼得韦的加油站 有的义工还为当地居民派发食物和防疫用品 乔治弗洛伊德广场仍然受到当地居民的限制 让人不禁联想起了去年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国会山自治区 在明尼阿博利斯市的这个区域 有的被当地居民变成了所谓的圣地 肖万罪名成立的判决结果似乎加剧引发了这个地区的封锁 这儿禁止车辆通行 行人专用区还经常发生示威者之间的激烈的争端 去年8月 珍妮尔奥斯丁和其他广场看护人发布了一份司法解决方案 其中包括24个要求 他们表示如果当局满足这些要求 才能促进该市乔治弗洛伊德广场的重新开放 要求包括解雇该州机构中的一些官员 被提名的政府人员都曾参与调查弗洛伊德案和黑人生命权运动 路口处有标语写着 没有正义就没有街道 表明了乔治弗洛伊德广场看护人的立场